第二个内容是招标投标投诉与处理 那么这个内容就是一个可以说重要性相对比较次的一个内容 比较次内容 大家简单知道一下就可以 发现有不法行为的 那么发现中标也没有是自己 这个时候怎么办 投诉那个中标人 对不对 知道或应当知道 十日内去投诉 简单知道一下就行 那么第二点我刚才已经说了 这四个程序有意义 对不对 那这时候不能直接投诉 先向招办人提出意义 这个时候如果回答不满意的可以投诉 那么投诉处理的规定 投诉 简单看一下 先看第二点 那么工作日 三十三日 收到意义 三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接受投诉 那么接受以后 三十个工作日内做出书面处理意见 处理决定 那么这个大家要知道 如果两个以上 同意事项 投诉人 像两个以上 有权受理的行政监督部门投诉的 那么由最先投诉的行政机关部门负责处理 那么接到投诉了怎么办 是不是要必须停止活动呢 不一定啊 我们说必要时行政监督部门可以暂停招标投标活动 那也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虚条款啊 那么也就是说 有有可能不停止 也有可能停止 那大家要把这个停不停止 活动 那么要看成一个具体的 要看具体情况啊 必要时才停止 那么伪造材料去投诉了 非法手段取得证据材料去投诉的 那么肯定是予以驳回的 对吧 这都是简单 看看这道题 关于周投标投诉 说法正确的是 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 最先受理不是吧 刚才讲的什么 最先收到吧 对吧 啊 收到投诉 对吧 不是受理啊 所以是错的 必选项 认为资格预审文件存在不合理排斥限制的 可以向招办人提出意义 也可以直接向监管部门投诉 我们说 这是有先后顺序的 他们两个不是并列的流程 对吧 所以是错的 那么C选项 非法取得证明材料进行投诉 行政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予驳回 啊 对的 那么D选项 投诉应当责令停 暂停招投标活动 这里不是应当 对吧 必要时可以暂停 所以正确答案是 C选项 啊 好 我们很快啊 把第三章 第一节的内容呢 给大家再串一下啊 这两页内容 刚才一上来 我已经是上节课的内容啊 已经给大家做了一个串奖了 那么 今天呢 讲的是这些内容 我们把它做一个串奖啊 那么联合体投标的规定 两个以上法人组织去投标 以一个投标人身份 中标签订一个合同 那么联合体内部 他是同一专业资质就低不就高 对不对 啊 而且他都应当具备招标文件 规定的资格条件 才能组成联合体啊 各方军营具备相应条件 那么资格审查了 不能再更换增减成员 否则投标无效 同一项目联合体投标了 其他联合体成员不能再单独 针对这个项目再去投标啊 否则就是违标也是无效的 那么投标保证金的比例啊 是估算价2% 什么时候没收啊 一个是撤销投标文件 一个是中标不提交履约保证金 或者不签订合同才没收 退还啊 大家要知道这个正常情况下 如果是没有生效的投标文件 那么书面通知5日内退还 如果是最迟退还时间啊 已经生效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应当是签订合同5日内 退还投标保证金和相关的利息 旅约保证金的比例是 合同价的10%最高限 区分属于投标人之间 与视为投标人之间串通的情况啊 那么属于是主观的意思共谋 包括了主要是围标的体现 对不对 包括了约定的 协同的 联合行动的啊 那么视为说的是主观意思不明 比较隐蔽 那么是客观行为 判定的视为情况 那么这种情况下 大家知道那么不同投标人 他委托了同一单位和个人 开展相关工作啊 或者是规律报价 或者是啊 这个文件混装 载明项目经理为同一人 这种情况属于视为投标人相互传通的情况 大家会区分 确定中标人 国有资金控股或主导地位的 那么这时候排名第一的一定是中标人啊 排名第一的候选人就是中标人 那么如果第一中标人啊 第一候选人中标了 放弃中标 那么这时候有两种选择 要么重新招 要么第二名补位 那么中标候选人再次资格审查 情况 一个是经营财务状况有问题了 一个是存在违法行为 大家要关注 这种情况一定是发出中标通知出钱啊 发中标通知出钱 那么这时候按照招标文件的标准去进行再审查 招标过程的四个意义 这个内容也是要掌握的啊 资格预审意义 招标文件的意义啊 那么开标的意义和中标结果啊 评标结果的意义 大家要掌握他的什么时候提出 招办什么时候作答 招投标活动的投诉实现啊 发生主观起算 知道或应当知道 十日内去投诉 受理是三个工作日 处理实现是三十个工作日 好 第三章第二节啊 建设工程承包制度 那么这个章节呢 在第三章来讲呢 他前面的内容啊 可以说是大家去了解一下啊 那么后面的内容呢 这一节啊 分成两前段 前半段和后半段 那么前半段要求大家去了解 后半段要求大家掌握啊 我会告诉大家哪是前半段啊 一上来肯定是前半段了啊 工程总承包的规定 看这个图 大家看这个图 工程总承包 那么它可以包含 勘查设计施工和设备采购 单项或多项合并发包 啊 这是工程总承包 那么施工总承包 它就是施工业务 施工项目发包 啊 那么这个概念和我这个图是相复相成的啊 大家课下可以看一看这个概念 课上就不多措了 那么 总包通常分为了工程总承包和施工总承包啊 那么工程总承包看 把这些都放进来 采购 勘查设计 施工啊 这些都属于工程总承包 那么把施工单提出来 对不对 那么它叫做什么 施工总承包 那么施工总承包的概念和工程总承包概念 一个 对比着来理解 那么工程总承包 它包含什么这些 对不对 实施全过程或若干阶段的发包啊 发承包 那么施工总承包 是指发包人 他针对的是全部的施工任务 发包给具有施工总承包资质的建筑企业 由施工总承包企业 按照合同约定向建设单位负责 完成施工任务 所以这两个一个是大圈一个小圈啊 工程 它的概念就是非常大的概念 包括了采购 勘查设计等若干 各工作内容 那么施工针对的就是施工任务啊 这个也好理解 我就过了 那么这个内容呢 大家简单知道就行啊 通常采用的模式啊 设计施工总承包 DB EPC 这个大家接触的比较多啊 就是胶钥匙的总承包 那么它是设计采购施工一体化啊 工程总承包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 那么这部分内容呢 比刚才的概念呢 要相对来讲重要一些啊 但并不是这一节最重要的内容 首先我们来看 这个内容呢 是18年考了一个 那么如果考到这儿呢 实在是考的 我认为啊 有些偏 那么工程总承包怎么 怎么来进行发包 我们看建设单位 它可以直接签合同 也可以做招标 所以就是招标或者直接委托 这两种方式来进行这个工程总承包的发包 那么工程总承包的评标 采用的是综合评估法 但不是必须用这个 说的是可以采用 啊 这个怎么理解呢 我们说工程总承包 它本来概念就比较啊 范围就比较广 对不对 所以说综合一下去综合评估 你看包括哪些内容呢 综合到了报价 综合到了方案啊 设计方案 采购方案 施工计划 工程业绩 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内容 所以是怎么说 综合评估法 那么签订合同工程总承包项目可以采用总价合同或者成本加酬金合同 啊 两种方式 一个是总价 一个成本加酬金 这里大家注意啊 你们讲管理的时候还有一种应该是单价吧 对吧 单价合同 这里没有单价的概念啊 就是总价和成本加酬金 第三个内容 那么工程总承包企业的基本要求 那么这里面呢 要求大家呢 在前半段内容呢 这是比较重要的啊 要是大家掌握 首先你要知道什么样的企业能承接这个工程总承包 那么传统意义上我们肯定知道施工企业 对不对 完全可以 这里看到了工程设计资质或者施工资质 那么大家呢 要打开思维 设计单位啊 比如说设计院 他有设计资质 对不对 啊 但他有可能没有施工资质 那么这个设计院 他是可以承接工程总承包的 啊 大家一定要对这个概念 首先要理解的到位 设计和施工资质 尤其提到 我说设计也可以承接工程总承包啊 那么第二个内容 大家看 要么是注册职业资格 的项目经理 要么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啊 比如说注册建筑师 注册建造师 对吧 啊 高级工程师 啊 注册高级工程师 都可以去担任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啊 大家看这是货的关系 有一个就可以啊 注册资格和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有一个即可 那么再往下来看 这个内容 也很简单 啊 工程总承包企业可以在自制范围内 自行实施 自己承接工程 我自己干 不分包 不分给别人 我自己都能干 可以啊 也可以按照合同约定 或者建设单位同意 反正甲方同意就可以 合同约定也是甲方同意 对不对 因为合同 工程总承包合同 也是和建设单位签的 所以这两个都体现的是建设单位的认可啊 只是形式不一样 我可以合同没约定 后边建设单位同意 或者直接在合同约定 建设单位签字盖章 不也是同意吗 对吧 所以只要甲方认可 直接将工程项目的设计 或者施工业务 则优分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企业 那么再往下 第四点和第五点啊 要求大家做重点掌握 那么仅有设计自制的 比如说 比如说一个设计院 比如说一个设计院 他仅有设计自制 他没有施工自制 那么这时候他承接了工程总承包 那么施工任务怎么办啊 一定是依法分包的 对不对啊 施工业务依法分包 那么这个情况 刚才讲到了 要合同约定 或者建设单位同意 如果是一个施工自制 那么就是一个施工企业 他没有设计自制 那么设计活他干不了 那么所以呢 应当将设计业务 依法分包 设设计业务依法分包 那么一个工程 我给他画一个圆 有设计 有施工 一半设计 一半施工 这是设计 这是施工 如果承接他的 既有设计自制 又有施工自制 那就自行干 不用分包 如果仅有设计自制的 那么施工要分包 如果仅有施工自制的 那么设计要分包 而且是依法分包 经建设单位同意 那么第五点 不得将工程总承包 项目中的设计和施工业务 一并或分别分包给其他企业 还是看这个图 说我把设计分包给了 假设计院 把施工分包给了 以施工企业 那么这个时候 全部的工作都分包了 那么这个叫做转包 或者整个这个东西打捆 直接给到饼 这个也叫转包 对不对 总之就是自己承接了工程总承包以后 自己完全不干活 就去相应的去划分 去分包 那么这个时候 就是转包 自行实施设计的主体结构部分 不得分包 自行施工的主体结构施工 不得分包 这个后面还会讲到 为什么主体结构不能分 因为这个是 属于最重要的 建筑 使用寿命周期 会对这个内容进行影响 合理使用寿命 那么这个是要 一个单位来完成的 应当是主体的总承包企业 自行完成主体结构施工 后面我们马上会讲到 好 我们做一个这个题 18年就考了这个题目 工程总承包的说法正确的是 这题也是很简单的一个题目 应当是不难的 大家应该马上能反出答案的 而且应该通过我刚才的讲授 应当找到BCD 那个答案是错的 这个比较简单 A选项正确 教材原话 刚才我也讲到了 那么B错在哪 建设单位选择工程总承包企业 必须招标 没有说吧 我们说可以进行招标 也可以怎么样 直接发包 对吧 工程总承包吗 这是说的应当采用 综合评估法是错的 可以采用 对吧 语境不一样的 最后一个和 对吧 要么是这个 或高级工程师技术支撑 所以这道题正确答案 应当选A 再来一题 关于工程总承包的说法 正确的是 这题是我改的一个2017年的真题 因为教材变化了 有些内容删掉了 所以做了一下修改 实际上它是以一个17年的真题 作为前身的一道题目 有同学说 咬文嚼字 你要接受这种现状 出题的思路 确实是把必须的 应当的 可以的 按照这个思路 因为语境是完全不一样的 考这么细过分 其实这个考点 还不算很难理解 应该是简单的 法规还是很简单的 好了 我们看这个题 具有相应资质的工程总承包单位中的设计和施工 可以由工程总承包单位自行完成 对不对 自己干 没有问题 必选项错在哪 工程总包是指 全部施工任务错了吧 这应该是施工总承包 不是工程总承包啊 对吧 C错在哪 EPC是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 对吧 三项具体的模块工作 结果 说着说着就变成设计施工了 把采购给搞丢了 对吧 少干了一大块工作 采购没有了 所以这肯定是错的 那么D选项啊 所以说 交钥匙总承包 就是EPC的施工 必须由总承包企业自行完成 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设计院 仅有设计资质的设计院 承接了工程总承包 承接了这个交钥匙 工程总承包 那这个时候 我们法律规定是施工业务要依法进行分包 对吧 所以这个施工 是不是总承包企业自行完成的呀 不是的 对不对 这种特殊情况吧 所以这么说 必须有总承包企业自行完成 错的 所以有一种情况 设计单位 只有设计自制的 承接了工程总承包 所以这道题正确答案应当选A 第四个内容是工程总承包企业的责任及风险管理 那么这个内容很好理解 法定责任 约定责任 法定就是连带责任 刚才我已经讲了 就不 这里再不再赘述了 有兴趣的 大家课下可以自己看 约定责任是按照合同 第一章讲 第一章第五节讲了 是不是合同之债 那么总包合同 当事人是谁啊 是建设单位和总承包 对不对 所以 工程总承包 对建设单位负责 没有问题啊 债的相对性 对吧 啊 第二个分包合同 分包单位 向总承包单位负责 合同当事人就是他俩 所以这是约定责任 啊 那么共同承包的适用范围 这个内容呢 说到了这个共同承包啊 今天正好又讲到了联合体 实际上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但是考试啊 硬是你可以去把它共同承包理解为联合体啊 这个这个联合体 但实际上我告诉大家这还是不太一样 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啊 你考试呢 就不用记这么细啊 不用区分那么细 那么这个适用范围和联合体是一样的 大型或者结构复杂的工程 可以有两个以上承包单位共同承包 那么教材特意 我括弧写了一下 什么大型和结果复杂啊 投资额度大 技术要求复杂 建设周期长 潜在风险较大的 这种情况下可以采用共同来干 共同承包的情况 那么资质的要求 这里就没有说同一专业啊 我括弧了一下 与联合体不同 没有说同一专业作为前置条件 但是有相同的地方 就是同样也是资质等于较低的单位 来进行业务许可范围承担工程 也是就低不就高 这是共同承包的范围啊 那么共同承包的责任 又说到了连带责任 我在刚才已经讲了 还是那十个字 对不对啊 对外是一体对内按约定 对吧 按约定承担了 向相对人承担责任以后 那么这时候再按照共同的协议 内部责任再进行清算 对吧 所以这里说了 有权对超过自己应赔偿的那部分费 那部分额度啊 向其他方进行追偿 这个内容我也不讲了啊 直接过掉 好 我们做一做这个题 也很简单 考的就是这个连带责任啊 以施工企业 并施工企业 联合共同承包 甲公司的建设工程项目 由于联合体管理不善 造成该建筑项目损失 关于共同承包责任的说法 正确的是 那么A 说 甲公司有权请求 以施工企业 与并施工企业承担 连带责任 没有问题 对不对 对外是一体对内按约定 B 以施工企业 并施工企业 对甲公司承担 各承担一半 错了吧 C选项 甲公司应该向过错较大的一方 请求赔偿 啊 甲 找谁都可以 D 对于超过自己应赔偿的那部分份额 那么以施工企业和并施工企业 都不能进行追偿啊 当然是可以追偿的 内部按约定 所以正确答案应当选A 那么3023建设工程分包的规定 那么关于分包啊 这个内容是重中之重 我打两个五角形 也就是第三章第二节 最重要的支点 就是这个分包的规定 属于后半段的内容 那么大家呢 要集中注意力 我们先看看 这个专业工程分包和劳务工程分包的概念 给大家15秒啊 你们看一下它的概念 对 有同学说 不是施工劳务吗 怎么又改成劳务分包了 你理解就好啊 教材还没有统一口径 你理解这个 资质序列里面 它叫施工劳务啊 这里说的劳务分包 它就是施工劳务啊 好 这个就比较简单啊 看一下 专业工程发包 就是专业工程啊 劳务分包 就是劳务作业 说了跟没说一样 实际上干活的时候怎么说 咱们通俗简单讲啊 这个专业工程分包 除了这个分包单位 除了人啊 除劳动力以外 还要出材料 除机械 可以寄取什么人才机 从寄精的角度上 从工程经济的角度上 咱们来区分这两个概念 就简单了 专业工程就是人才机 都可以寄取 那么劳务分包 那就是出人力 对不对 所以支付的是劳务费 是人力 人工费 大家要知道 那么我们看底下这个图啊 特意画了一下 那么总承包 它直接可以做劳务分包 看到了啊 这里我写错了啊 应该是劳务分包 你们那个讲义上应该是对的 应该是对的啊 应当是劳务分包 大家知道就可以了啊 那么总承包可以将专业工程 总承包专业工程直接进行专业承包 然后呢 专业承包也可以进行劳务分包 啊 所以这里啊 劳务 啊 这边也是 所以劳务分包呢 直接可以由总承包 直接发包劳务务作业 也可以由专业承包 再发包劳务作业 都可以啊 都可以两种方式啊 大家要知道 这是劳务作业的发包 那么工程分包的范围要掌握 那么作为施工总承包 分包只能是非主体或者劳务作业进行分包 分包也要有资质 不能分包给包工头啊 具有相应专业承包资质 或者劳务分包资质的其他建筑业企业 啊 我们说专业分包 对吧 啊 说36个资质 总承包12个资质 这在第二章 讲施工企业资质的时候 给大家带过了一下啊 当然你知道就行 不用不用掌握这个多少 各啊 如果是施工总承包 这句话也很重要 主体结构施工 需要由总承包单位自行完成 主体结构是不能分包的 分包的只能是 非主体工程 或者是劳务作业 那么 履约担保和付款担保啊 这是一对担保 在第一章第七节给大家讲到过啊 比如说什么预付款担保啊 对吧 啊 履约担保啊 这些都给大家讲过 这里就不再说了啊 我们看下一页啊 做一下这个题目 关于工程 分包工程的说法正确的事 啊 带着大家一起做啊 A选项 分包工程 承包人在提供分包工程 履约担保后 不得要求分包工程 发报人提供工程 付款担保啊 这是可以的 对吧 你抵我一套房 我抵你一辆豪车 可以的 互付担保 没有问题啊 那么B选项 中标人可以自 自行决定将中标项目的部分 非主体 非关键性工作 分包给他人完成 那中标人肯定是 施工企业 对不对 啊 可以自行决定将中标项目的部分 非主体 非关键工作 分包给他人 这个是要经甲方认可的啊 后面马上会给大家讲到 不是自行决定 就跟刚才工程总成包一样 择优将施工业务依法分包 是不是要合同约定 或者建设单位同意啊 就甲方要认可啊 C选项 中标人和分包人 就分包项目 向招包人 根据各自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总包和分包承担什么责任啊 对不对 连带嘛 不是过错 施工总包的建筑工程 主体结构的施工 必须由总成包自行完成啊 这是对的 正确答案是D 第二个内容呢 是分包单位的条件与认可 那么条件 指的是括弧一啊 认可 说的是括弧二 我们先来看条件 刚才讲了 什么条件呢 不管是专业的还是劳务的 都要有资质啊 相应资质就是他的条件 那么禁止个人承担分包工程业务 认可 两个阶段 同样的 一个是在总承包合同中约定 合同里签订的建设单位 盖章签字就是认可 如果在这个阶段没有明确哪些进行分包 那么这个时候呢 后续的也必须经建设单位认可 那我们这里说到的分包单位啊 这里再 明确一下 都说的是专业的分包啊 都指的是专业分包 没有说大家就想是专业分包 如果说的是劳务分包教材会说啊 特意明确一下 这是专业的 那么第三 建设单位不得直接指定分包工程承包人 建设单位推荐的分包单位 总承包单位有权做出拒绝或者采用的选择 拒绝或者采用 你可以推荐 但你不能够拍板要求总承包 去选择你推荐的分包人 啊 因为总承包签订分包合同 当事人是总包和分包 跟建设单位没有关系 他不是分包合同的签订当事人 所以这时候总承包有权拒绝或者采用 你可以推荐啊 注意 我特别写了 这里大家也要知道 劳务作业发包人与劳劳务作业承包人 通过劳务合同约定 可不经建设单位认可 那么这里要认可的 说的他的认可 我刚才讲了是专业分包 要经建设单位认可 所以劳务分包啊 劳务作业的分包 可以不经过建设单位认可 有总包直接去签合同就可以了 好 那么给大家总结了个表啊 总结一个表 我们看专业分包和劳务作业分包 不管是什么 他们的共同点都是要有资质 那么认可方面就不一样了 这里专业分包 要经过建设单位认可 或者合同约定 那么劳务作业对比来讲 就不需要建设单位认可了 再往下看 主体结构不得进行分包 这里说的是专业分包 对不对 主体结构必须总成包自行完成 但是劳务作业就不是了 劳务作业 我们说主体结构的劳务作业 也可以全部分包 我就找人干活嘛 对不对 出的是人力 不是专业分包 主体结构可以进行劳务分包 那么再看最后一条 那么专业分包单位不得进行专业工程分包 那么专业分包单位 可以将劳务作业全部再分包 这一点我们看下一页PPT 乘上起下 做完这道题 我看 我们先 这个题大家刻下自己来看一看 很简单 正确答案就是A和C 说的是认可 一个是合同约定 一个是事先征得建设单位同意 对吧 只有这两种认可模式 其他的没有 分包单位不得再分包 这里指的是专业的 还是教材没有说 都视为专业的 那么教材这段话 我把它实际上分成了三种情况 这个讲的就更细了 教材只说的实际上是第二点 我把其他相关两点也列出来了 那么是刚才表格里面 我没有给大家细讲的内容 那么先来看最上面一点 专业承包 它可以进行劳务分包 这个一上来我就讲到了 总包可以直接劳务分包 专业承包可以进行劳务分包 没有问题 这个不叫分包再分包 只有这一种情况 我打的是对勾 是允许的 专业工程承包 可以进行劳务分包 OK的 那么其他就说的分包 不能再分包 指的第二点 专业承包 不能再进行专业分包 那么劳务分包 也不能再将劳务作业再分包 本来就是出人的 然后我再分包 再找另外的人去干 这是不允许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三种情况 哪一个是法律允许 哪两个是不允许 劳务分包 不能再劳务分包 专业承包 不能再进行专业分包 好 我们做一下这个题 关于工程再分包的说法 正确的是 分包这里面 每年是可以说必出题的内容 大家呢 一定要作为最重要的支点来掌握 好 大部分同学都选对了啊 这个就不再讲了 专业分包单位 不得将其承包工程中的非劳务作业 这个给他翻译一下是什么 非劳务的不就是专业吗 对不对 所以说专业单位 不得再进行专业部分再分包 对不对 这是对的 只不过他换了一种说法 非劳务作业 大家不要把这个表达一换 意思一样 所以这要题选B 第四个内容呢 是转包 违法分包和挂靠行为的界定 那么转包 大家看一看啊 这个内容呢 做了解 有时候会考 会涉猎 某个选项中会涉猎其中一点 但它不是最重要的 因为分包实在太抢眼 所以已经 把光芒都拿走了 所以转包呢 可能就相对来讲弱一点点 重要性就相对刺一些 那么转包你怎么理解呀 我自己这句话 大家看看 自己不干活 全部给别人干 对吧 我好不容易承担一工程 哎 然后呢 我把它分成四份 自己什么都不干 我直接把这个工程 全部给到 假 可以吧 啊 或者是分成四块 分别 啊 给到 ABCD 分别给到ABCD 那么不管是哪种情况 总之自己没有干活 对不对 自己拿活以后不干 自己不干 那么全部交给别人干 不管是一起给的假 还是分别给的ABCD 总之 是自己没有干 那就叫转包 通俗易懂一点 就这么去理解就可以了 啊 那么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 属于转包 我们看第一点和第二点啊 我给大家时间 这里我给大家时间啊 给你们15秒啊 看一看 转包的前三种情况 后面还有啊 看完告诉我 转包二刀饭子 对对对 你自己读一遍 比我读一遍要好 我给你们做一道题 和你们自己去做一道题 效果 一定是你们自己做的 要更深刻啊 好 我们看一下啊 第一点说的什么呀 全部转包 是不是就是假的情况 直接都给假啊 第二点说的是分别转给 总之都是自己不干活 对吧 给ABCD 对不对啊 第三点说的什么呀 不履行管理义务 这些人 对吧 主要管理人员 不履行管理义务 未对项目进行组织管理 那实际上是别人在管 你自己都不管啊 这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转包 大家要知道 那么再往下看 看456 再给15秒 啊 第四点也说了 不履行管理义务 只收取相应的费用 这个和第三点一样 对不对 不履行管理义务 那么除此之外呢 相应的材料采购 也是有其他单位和个人实施的 啊 采购他也不干 不采购不管理 对不对 再看第五点 从工程经济角度啊 那么承包的范围是全部工程 寄取的费用是全部工程费 当然除了层层扒皮吧 怎么扒皮啊 对不对 转包单位 他肯定要收一些管理费的呀 就是这样 收管理费 然后剩下的是 剩下的钱和工程 工程全部给到 被这个这个呃 实际干活的单位啊 那么全部工程价款 把管理费一扣 剩下的也是寄取全部工程价款啊 这个实际干活单位 对吧 这属于转包 全部工程转给其他单位 第六点也不用看和第一点说的是一样的 所以大家剪辑什么意思呢 剪辑一下啊 没有管理义务的 自己该采购的不采购 然后寄取是全部工程价款的 这三种情况也是属于转包的 对不对 那么这个内容是最通常的 全部转给和分别转给 我就不再讲了啊 大家一看就知道是转包 那么剪辑里面只涵盖了比较特殊的情况 不履行管理义务 对吧 然后不采购 该你采购的设备材料 你不采购啊 然后寄费是全部工程价款 那结合我刚才给大家讲的 存在下令型之一的属于转包 大家看 A选项 找关键词 全部工程转给 对吧 这是转包要选的 B选项 承包全部工程肢解以后 以分包的名义转给其他单位 啊 全部工程肢解以后 以分包的名义转给其他单位 施工 这是肢解发包吧 对吧 也是转包 不履行管理义务 只向实际施工人收取费用 然后也不采购 对吧 采购其他单位实施 刚讲的 对吧 第一选项 施工总承包以合并 啊 以合作联营 个人承包等形式 直接或变更 将部分工程转给其他单位的 看到啊 最关键的是这里 啊 那么 以这种方式 这都没有问题 直接或者变相将部分工程转给其他单位 这个不叫转包 对不对 他没有全部的进行转 所以D是不属于转包的情况啊 他如果这里改成全部工程 啊 那就就是转包了啊 这个管理费 之外的全部费用 继续的全部工程费 对吧 转包 所以正确答案应当选什么 除了D A B C 都属于转包的情况 啊 这里出一个题目啊 之前没有这么系统的 在我们的这个历年考试中 出道过转包的题目啊 但是这个内容呢 至少要做到了解啊 大家要知道转包 最起码理解它的概念 那么分包 这个违法分包就必然是重点了 需要大家做掌握 那么有七种情况啊 第八点 其他情况我就 大家不用看 那么刚才讲的分包 应当怎么样做 如果你不去按照相应的规定 去进行分包 那就是违法分包了 那么我们看分包给个人 不具备资质 违法的 对吧 啊 第一点第二点都是不具有资质 也没有安全生产许可证 然后呢 认可没有干 合同中没约定 未经建设单位认可 对不对 这属于违法分包 啊 第四点 我特意用蓝色字体呢 给大家注上了啊 主体结构 说了是总承包自行完成 但是这里面除钢结构 啊 大家知道有一个特例 那就是主体结构 如果做钢结构的专业分包 那么它是属于合法的 不在违法分包的情况啊 主体结构分包 那肯定是违法的 但是除了钢结构 再往下 专业承包 再专业承包 劳务分包 再劳务分包 那么第七点 我们说了 劳务分包要寄取的是人工费 但是这里呢 还寄取了劳务之外的材料和机械费用 那就是违法分包了 啊 大家对这七七个内容 违法分包的啊 要把它记清楚 考试也是一个重点的内容 也是一个高频的考点 那么挂靠 就是用别人的资质承揽工程 啊 这个挂靠呢 不作为一个重点 给大家再进行更多的讲授了啊 好 我们做几个题目 下列情形中 属于违法分包的事啊 大家看一看 这个题选什么 这不是刚考完 转包是违法的呀 怎么会不违法 转包的主体啊 是针对于这个 转包一方的 挂靠 就是不履行管理义务那一条啊 他针对的主体是什么 实际施工的一方的 实际上都是这样的啊 如果实际 实际参与工程的啊 主要人员都不是本单位的人员啊 那么这种情况 转包 那么相对人 实际施工人不就是挂靠了吗 对不对 是有这种情况的 这个HQ啊 6459问的这个问题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题啊 违法分包啊 A是什么 转包 对不对 全部工程转给 那么B是什么 承包的工程 再分包给 具有相应资质的条件 的施工企业 这肯定是属于 违法分包吧 要选啊 总承包单位将工程 分包给 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 这个没有问题 这是合法的 C啊 那么D选项 施工总承包单位 不履行相应的义务 这不是转包吗 对吧 刚讲完 采购 由其他单位 实施的 所以说 A和D都是转包的情况 C是合法的 那么B是违法的 正确答案是 第二个 这个题 大家应该能够选对吧 B选项还是很简单的 这也是刚讲完 再看15年 违法分包 再做一做这个题目 这个题 大家看 违法分包 不具有相应资质 要选 违法分包了 对吧 呃 未经建设单位认可 将劳务分包给 有相应资质的劳务 这没有问题啊 对吧 劳务分包作业 这不能选啊 劳务分包刚才讲了 可以不经建设单位认可 啊 没有问题 B不能选 那么未经建设单位认可 承包单位将部分工程交由其他完成啊 部分工程 这肯定是专业分包的吧 这肯定是有问题的 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 这是违法的 主体结构分包了 这肯定是违法的 除了B 其他都要选 A C D E 好 那么这个知识点呢 大家呢 要了解一下啊 那么看一看这个内容啊 认定有转包 违法分包 挂靠 转让出借资质证书 或者以上其他方式 允许他人以本单位名义承览工程的 那么 对吧 啊 这些都是违法行为 那么施工 单位 可依法限制其三个月内 不得参加 违法行为发生地招投标活动 承拦新的项目 并对企业资质进行核查 达不到标准的 限期整改 整改仍达不到要求的资质审查机关 撤回其资质证书 好了 那么这里面 大家看到 这以上的内容 是不是很熟悉啊 我在讲资质撤回的时候 给大家讲了两个三个月 对不对 第一个三个月叫限制整改期 第二个三个月 是撤回了资质证书之后 再去申请资质的期限 啊 申请低于 这个低于 这个这个原资质等级的 但是是同一个专业的 像资质 对吧 又是三个月 所以两个三个月 这个前头的内容是和资质撤回是一样的 对吧 撤回资质 这是存在上面行为的 是撤回资质 当然也给相应的整改期限 啊 也是三个月 那么我们看 对两年发生两次以上情况的 挂靠 逮到一次 然后整改了 那么两年内又挂靠 又被行政机关发现了啊 那么这时候责令其停业整顿六个月以上 那么停业整顿期间不得承拦新的工程项目 那么两年内发生三次以上上述情况 那这时候降低其自治等级 啊 大家呢 对这个内容呢 做一个了解 我们针对这个内容做一个题目 发生了这些违法行为 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那大家看一看这个题选什么 啊 选对也是不难 啊 选对也不难 两年三次没有停业 直接降低自治等级 好 大部分学员选对了啊 B选项 肯定没有选C和D的吧 对吧 前置条件啊 两年两次 两年三次 这都说的是直接 直接降低自治等级 直接停业整顿六个月 肯定是不对的啊 他是表达不完整 缺少前置条件啊 那么A错在哪啊 全国范围内 应该是违法行为发生D 对吧 三个月内不得参加违法行为发生D 任何投票活动承担新的工程 所以正确答案是 第二个B选项 好 那么第三章的第二节呢 就给大家讲完了 那么我用很快的速度呢 给大家最后再做一个指点的小节 啊 工程总成包和施工总成包的概念 它是包含和被包含的 对不对啊 工程总成包是大员 施工总成包是其中的施工业务 那么是其中内含的一部分施工业务是个小员 啊 那么工程总成包 它还包括勘察设计试运行 采购 对吧 这些都包括 除了施工 呃 施工业务也包括 那么施工总成包就是全部施工业务的发包啊 那么工程总成包的资质要求和分包的规定 资质要求大家要 我让大家要打开思维了 对吧 设计资质和施工资质 都可以承接工程总成包 那么分包呢 要依法分包 要按照合同约定或者建设单位同意 去依法进行分包 分包给有资质的相应的设计或者是施工企业 共同成包的范围啊 复杂或者是技术复杂或者是大型的工程 那么资质是就低不就高 总成包单位的责任包括约定和法定 约定是合同相对人之间啊 依据合同进行约定的 法定就是连带责任吧 对吧 那么总包和分包 就分包工程向建设单位承担的是连带责任 那么专业分包与劳务分包的概念 专业分包说的是对专业工程进行啊 发包 那么劳务分包是对劳务作业进行发包 那么劳务分包 总包可以直接发包 专业工程 专业工程的承包单位也可以进行劳务分包的发包啊 那么分包的范围一定是非主体 非关键工作啊 然后劳务作业可以进行分包 那么分包的条件是要有资质的认可 是要么是合同中已经签订过约定过的 要么是经建设单位认可的 那么违法转包啊 违法分包和挂靠的情况 我们说转包刚才讲了它的概念 是吧 自己承担工程以后不干 全部交给别人干 就是转包 那么违法分包啊 这是一个重点 包括哪些情况 分包给个人的 分包给不具有资料资质和安全生产虚可证的 对吧 没经建设单位认可的 然后呢 分包再分包的 主体结构分包的 但是括弧除了钢结构 还有就是寄取 除了人工费以外的 材料和机械费的 都属于违法分包 那么挂靠啊 属于一种啊 承揽不良 刚才有同学在这里说到了啊 挂靠是承揽不良 就是用别人的资质去承揽工程 好 那么以上呢 就是今天给大家讲的内容啊 那么大家回去呢 今天的内容 课价里面都有啊 那么大家呢 回去再把它总整个大家看一遍 因为今天的内容呢 相对比较简单 我讲的也比较快啊 需要大家呢 课后进行温习再巩固 这个内容呢 是完全能够掌握的 好 那么今天的课程呢 就到这里啊 感谢各位学员的这个学习啊 还有这个对网校的支持啊 那么知识是你们的啊 拿走知识 通过考试 好 今天课程就到这里啊 那么下次课呢 是还是到下周三 晚上七点到九点 我们继续给大家讲第十 十一次课程 那么会讲第三章的第三节啊 如果可以的话 再把第四章开一个头 好 谢谢大家